诶 诶 真的很坎坷诶 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布置好了 比较多遍 已经布置好了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一百天嘛 我现在生完只有三个多月 其实我还没回复 然后我饮食比较控制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只有同住家人可以一起过这一百天嘛 所以我就想说 那以我自己私信为止 我订了一些就是生酮的咸派跟蛋糕还有甜点 然后我想要让Sean来分享一下 什么是生酮饮食 生酮为什么可以帮助减重 基本上生酮饮食很简单了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no carbs 但是里面主要难的部分是你要怎么样在没有carb的时候 还能够就是在你的body增长 function 因为人carb是变成糖类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你要糖类人才能够工作 不过脂肪啊脑部都需要糖类 那你没有糖类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吃carbs就没有糖 那身体就要用T-dive 那T-dive就是cattle 所以才加cattle diet 那cattle是有肝脏制造的 它是用油脂转化 所以你就不需要有很好的油脂 那里面的重点就是cattle这个东西它是酸性的 所以你的身体基本上代谢要正常 如果说你的肾脏有问题 如果说你代谢有问题 基本上在cattle diet 可能会出现酮中毒的问题 因为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多余的酮 都代谢掉 等于是说 如果你肾上腺素跟甲状腺有问题 压力比较大 睡得不好 有这些状况的人 就不适合身同瘾 对啊 基本上你要做这种特别的饮食 最好就是身心灵都处一个健康的状态 如果这种压力大 或者是身体状况已经不好 可能就不适合 那当然如果你有糖尿病 未必不适合 因为糖尿病对cattle 其实对糖尿病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你终于来讲 不需要是死胖 就是是湿热胖 如果你是虚胖而造成的 虚症而造成的糖尿病 做cattle就会出现血糖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说 生酮饮食呢 就是引到你的身体 在燃烧的时候去燃烧脂肪 其实正常你吃carbs的时候 他会先用carbs 然后采用脂肪 之后采用蛋白质 所以说如果你吃carbs 他就会用carbs 然后多余的carbs 碳球化合物也会变成脂肪 那你不吃carbs 他就会去燃烧脂肪 但是你也不能 都让他燃烧身体的脂肪 你必须要吃好的油脂 不然身体会没有办法 这样这样做 所以大概建议生酮饮食可以吃多久 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人来讲 其实我觉得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没有 甚至一个月都可以 这样但是不要太久 对 基本上两个礼拜 你先试试看两个礼拜 如果你是正常的 那你觉得你很强壮 那你就差不多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如果说你没有试过 你平常也没有在特别运动 就是吃一个礼拜先 看看身体的反应再慢慢增加 所以我今天订了 生酮一些东西可以给Shawn吃吃看 但是我看了一下 如果以医学上 Shawn的 医学上的标准来说 这些不算是生酮可以吃的 但是如果是你要想要减重的话 就是他这些是无糖的 然后他是low carb 嗯 像我点一个是浓浓起司条 然后他的原料就是 蛋牛奶花生黄豆跟坚果 而且他是无肤脂的 现在我来吃这个 起司条 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诶 你觉得呢 听到爸爸说 我觉得还ok 就当然没有一般那种甜点好吃 但是如果在减肥最惨 我觉得是ok的啦 嗯 真的 另外一个是我点是avocado先派 我本来是点另外一个 先派的 但是他说原料没有 所以我就点avocado先派 那他说这个可以生酮的点是说 饼皮的地方 嗯哼 所以其他的地方都也是正常 这一个是生酮的蛋糕 刚切了超硬的 然后他这个呢是无添加人工色素 香料 防腐剂 没有糖 没有淀粉 没有肤质 所以他的 他的蛋糕体这么硬 他他就是用 黄豆粉 杏仁粉 跟赤藻糖醇做的 嗯其实我在做甜点的时候 因为我通常喜欢gluten free dairy free的东西做 做出来的东西通常都很扁很硬 所以这次生酮其实有点像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gluten free 然后他们都是用 大部分都是用黄豆粉去做 然后就会 像那个派其实蛮好吃的 然后他的饼皮就比较硬一点 身材练到一定程度是 要非常有纪律 假如说男生体脂要增到15以下好了 女生掉到22以下 你都要活得很有纪律 但第一个你要确定能不能这么有纪律 第二个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你能不能维持 假如说我今天减到15 然后我两个月之后回到20 那我何必呢 那我会觉得说 你自己去看看你人生想要怎么样 可以让你又快快乐乐又可以维持一定生产过的日子 我觉得生酮倒不如直接take next level 你不如就是一个礼拜一天不要吃饭算了 哦我懂我上的意思 你干脆就正常吃一些喜欢的一个礼拜就一天 或是那天生酮只是一餐然后不要吃饭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身体的排泄 等于说你找到一个是自己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练到15% 底子练到15 然后我过了一个月我回到20 也对啊 那我这样我宁可算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吃的 就是它可以解嘴残 你没有很严格的话 但是就像上桌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碳循环饮食 你要减脂 然后你都有氧了 就是你可以吃低碳饮食 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减脂 但如果呢 你想要增肌 就是你可以摄取多一点碳水 然后增加你肌肉 因为肌肉其实不只是蛋白质 他的碳水化合物 其实也是很需要 所以就是看你个人 然后这其实都可以 但其实我个人是 碳循环饮食的fan 我是决环饮食的fan 就是你要吃心菜 你要吃该吃的你要吃 吃健康的 嗯 其实基本上你偶尔吃个大餐 你有运动的话 其实也不会太怎么样 Let's chill 好谢谢Shawn今天参加我们的party 我女儿的party 所以我女儿的party 我们本来就能参加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就懂 哈哈哈哈 好啦 好 see you 嗨 哈哈哈哈 here comes the moon heil by my love heil by my love and